立起步 預備 立起步的時候應聲彈出 駁實力是最快的那隻 放在前面還有好硬力 掌門也是相當快的 巴克亦是不慢的 中間還有多駁 大外蘭馬 邁近來還有愛麗數碼 外面還有星雲來 星雲來之後 就是天時地利 中間還有多才多藝 然後跟著是原動力 原動力拍著那隻是雞尾酒 雞尾酒再後一點 才看到那些日益成熟 在最後就是冰淇淋和超霸 距離頭馬有八個馬位左右 剛剛過了飛機場仔 帶頭多駁 放在前面走 放了出頭 巴克在外蘭的第二位 第三位在裏面那隻就是霍實力 然後第四位在內蘭就是掌門 掌門之後就是愛麗數碼 愛麗數碼之後就是多才多藝 外面看到那隻就是星雲來 中間就是天時地利 再後一點點 開始看到騎下騎下的 就看到霍實力 好眼力的反而跟著在前一點 再後一點 然後才看到雞尾酒在外蘭的位置 然後一個馬開之後 內蘭那隻就是原動力 原動力外面 就看到這個入極程度 再後一點跟著才看到超霸 在大尾還是冰淇淋 距離頭馬超過十個馬位 那麼遠 好了如果還有一千米 到中間的帶頭 依然扯戰 然後還有一隻多駁 放了出頭 巴克依然在外蘭的第二位 好眼力就放了上來第三 第四位依然 還是掌門 掌門之後就是愛麗數碼 然後開始看到騎著的 就是多才多藝 哇 星雲來現在開始踩油了 再後一點 跟著之後就上來 還有中間那隻 就是天時地利 天時地 再後一點的雞尾酒又開始踩油 原動力再後一點就看到人益成熟 在上面那隻依然還是超霸 同盟這個冰淇淋 距離頭馬現在有9個馬 可以左右的 好了差不多算 完彎預備入敵路了 帶頭依然還有一隻多駁 放了出頭 第一隻上來威脅他就是愛麗數碼 外面衝得最行的呢 就是那隻灰馬天時地利 大外人還有星雲來 雞尾酒那些 前面就是愛麗數碼 抖著多駁 天時地利現在第一隻上來威脅他 外面星雲來 雞尾酒依然還沒追到 外麗數碼依然領先 後面天時地利 一路就追著外麗數碼 天時自己走一走一走一走 裡面還有一隻好眼力穿上來的 外麗數碼就抖著天時地利 外麗數碼就揚摸二半 天時地利一路追著 他中間還有一隻好眼力 裡面騎上來還有一隻多駁 外麗數碼應該可以捧走到香港 杯子跑第二三名好接近的 就是多駁和天時地利 坐二望三 我們沒有說錯的 日本捧三個杯 結果 外麗數碼 贏得好歌劇 贏得名將護人 怎會贏不到這集 嘩他都被多駁在裡面走上來 最後大家一人一步 大圖李流放好 你看最後還有那隻多駁 不過多駁真是慘 三歲的進步不大 似乎三歲那隻多駁 就頂到外面那隻 天時地利 應該頂到 外麗數碼第一 多駁第二 天時地利第三 好眼力跑到第四 好了看看特色鏡頭 外麗數碼 四位楊文 三位不同的日本騎士 一人一場 武鋒 福永又一 和四位楊文 貴到盡了 日本 名字是一 十三 十二 十一 龍古賢 五名 三人 四位楊文 四位楊文 谢谢大家